好 我們當然也有注意到 我們如果跟全球的 整體來比 那看起來好像現在是已經超過 全球的整體的狀況 這裡面先前也跟大家報告過 一個影響死亡率有幾個重要的因素 第一個就是病人的族群到底是哪一個 樣的族群發生感染 那第二個 就是他們有沒有這些潛伏慢性的疾病等等 以這樣的一個基本重要的一個背景資料 我們過去 在前面很長一段時間都跟大家說 我們死亡率 非常的低 那死亡率非常的低 那其中當然就是我們族群 都是很年輕的一群 那所以看起來當然死亡率 都是變低的 那現在我們反過來 我們變成族群都是高 中高長者為主 那站的比例非常的高 那第二個就是他們的慢性潛伏疾病都 幾乎都有 所以這會造成我們的死亡率 偏高的一些影響的因素 那在全球的整體來看 他一定是各種年齡層 都有混在一起的 所以這樣的一個比較 有時候不是完全的 在科學上我們不能這麼簡單 就這樣完全的 比較了 那此外當然我們還是注意到說 我們最近在疫情的高峰 過後的大概10天到2個禮拜這期間 確實 會是傳統大家都注意到的 就是會死亡 會比較 進到比較高峰的一個階段 所以這個當然也是我們 密切觀察的部分 那此外當然 如果說突然間的大量的重症病患出現的時候 對我們的醫療 的承載的 也造成相當大的壓力 那所以這個 這一個部分 如果說我們在重症招呼上面過去 當然也常常聽到說有 比較少醫師願意走重症招呼 所以我們在重症招呼 床數是有的 那我們的這個招呼的 醫療人力 那在一般的招呼上面是夠用 那可是 前面也跟大家說過 那我們現在照顧一個 COVID-19的重症病人 常常一進去就要好幾個 醫護人員同時進去 所以這其實也是造成我們的這個整個量能上的 一個很大的壓力 那這或 或許多多少少也扮演了一部分的一個因素 所以這些加加起來的 造成的我們這一波 在這個高峰期的這幾天看到死亡比較多的 一個狀況 大概有多重的因素所造成的 可是怎麼樣跟其他地方做比較 我們還是要 如果要科學性的說的話 我們要這個 基礎的族群是不是都一樣來做比較 以上說明 當然我們當然不希望說這樣的一個致死率 高 我們當然要努力的 把它能夠降下來 那大概從預防面來講 所以我們要對高齡者 先施打到我們的量現在有比較多的時候 除了在最前線的打得差不多了 我們就讓高齡者 先來打 然後第二在 在第二道的防線裡面 我們就購買一些 單株抗體的 對於輕中症的 那避免進入重症 然後第三個 我們大量的去儲備 瑞德西維 希望在重症的時候也能夠得到最好的醫療 那第四點 我們也請這些 專家們 不斷的在開一些相關的研討會 互相交換心得 看是能夠有一個最好的照顧 分做幾項 一起來努力 那希望讓這樣的一個死亡的數目能夠 諸次的往下降 那都持續在努力中